U 之前講過要這樣子 長這個形狀 中間如果要刷薄你就可以特別長 不想刷薄你就稍短 像比如說我想刷薄一下 那我這上面就覺得好像怎麼頂天立地 那故意的 當然有時候也不用這麼誇張 U U 九三公有寫 撇短腊長 挑撇 撇短 那 長 口 方而扁 這邊看不清楚 這邊看得清楚我們來看 那應該很清楚吧現在寫得比較輕瘦 在這邊寫得比較 浑厚 其實是崩石也有關係 石頭會影響到 這個刻字的品質 如果他越容易風化 久了以後那個字就浑厚 如果不容易風化 石頭比較硬 會隨著杯啊一支 踏完洗一洗踏完洗一洗他會越洗越薄啊 因為他總要刷一刷嘛 你也知道刷久了就慢慢的越來越 薄越來越薄 刻了痕跡就越來越薄 所以現在九成功雖然都還在 但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已經薄到一個程度了 失真了 剛才講說他是雙竹筆 下面這個也寫得很長 好啦 很長就很長 這有寫過 沒有發現他比較寬 這寫得比較寬 沒有發現他寫得比較窄 還是不太一樣 不同的時期就有不同的想法 來我寫個比較窄的 比較窄就橫畫 不伸展 然後撇啊 梳畫 都往下方伸展 寫這裡要注意一下什麼 123 其實這時候你再開始做間距了 間隔 距離 這個間距 這個間距 三個間距了 然後再來 因為這裡沒有橫畫 所以這一個距離會 比這兩個距離來得遠 這裡沒有橫畫 它有橫畫 想辦法讓人家視覺效果看起來是 合理的分配 然後心呢 通常還是抄出去那一個 上面的結構體 結構體在這裡 它抄出來 這空隙位的點 那個點應該是飄出來 像 像我覺得他這邊刻亂掉了 他可能也看不清楚了 他拿到的杯從刻 怕片未必是 多清楚 有可能都已經崩壞 像 旁邊有我修過了之後 我沒有照那個字 我還是看著4歐糖就行 下 神 這裡也出現過非常多次 神 神 神 這一次倒覺得這個書畫 右邊的書畫也有比較長 但是沒有長很多 有時候它也寫得非常非常長 這裡看起來寫得比較含蓄 距離比較近 差距比較不遙遠 然後這裡大概在這個位置 過了比它長一點就可以了 沒有要特別長 肥 我覺得這個短橫很漂亮 我覺得它刻太長了 可是我們仔細來看 這邊也是短橫 九層橫也是短橫 那下面它這裡有空隙 這裡感覺黏死 我看一下 我覺得稍微碰到可以不要黏死 這上面很長 好啦 那既然 畫度式它寫得很長 你就要寫得很長 下次人家問你為什麼要寫這麼長 你要記得說畫度式寫這麼長 不然大多數都寫過九層宮啦 他會覺得九層宮寫得很短 你寫那麼長幹嘛 你到底要看誰的 你看的真的是 歐陽尋的啦 你要跟他講我看的就 這個畫度式的 不然人家說你都不會寫字 這個寫的 我覺得他這樣寫是 比較 沒變化 因為封成 封在一個箱子裡面的感覺 樹 樹看起來隱隱約約吧 你因為 看不清楚 就想辦法把他寫得清清楚楚 密密拜拜 撇短點短 這主要是因為他旁邊這個 有個平納 必須要保持短短的 這時候平納拉長 效果才會漂亮 這個平納一定要 如果這個納也拉 點也拉長 就會覺得 不夠漂亮 一朵 那有個平納 有個平納 有的 1 有的 這 在